當時有民眾是出海捕魚 為了想要整停車費 竟然是直接把自己的車子 車牌給拔掉 停車隔上的這輛休旅車 怪了前後車牌通通沒看到 但擋風玻璃上 怎麼會夾著四張停車繳費單 以次計算一天三十元 一共得繳一百二十元 原來這並非報廢車輛 有民眾目擊到車牌消失的瞬間 只是他為何要這麼做呢 記者尋現找人追原因 疑似出海捕魚 想省停車費 車主把車停在高雄 濱海二路的停車隔 竟異想天開 把車牌拔掉 反倒惹人關注 警方依法開立舉發單 車主疑似耍小聰明拔車牌 以為這樣收費員就不能開單 沒想到反而吃上罰單 原本一天只要三十元 變成最多罰一萬零五百元 可謂因小失達 記者葉宏榮高雄報導